我哥嘎后,我妈用刷子把我嫂子里里歪歪都刷了一遍,送给了村里一群老流氓丸,嫂子回来以后就穿着出嫁当天的喜服上吊了,阴阳先生说我嫂子是红白撞煞,凶得狠,我本来以为她是来捉鬼猪邪的,却没想到,在我转身的时候,她小声地对我说, 白无常,好久不见。 六叔公把嫂子的尸体装到了一个通体血红的长方体里,我妈在旁边骂骂咧咧的。 你特么想嘎吗? 我妈想来吸命,更是怕嘎,立马闭上了嘴,六叔公沉着脸看着我。 小人,今天晚上你守灵,好好送你嫂子最后一程。 我看着通体血红的长方体,不由地打了个冷战。 六叔公,我,我怕,能不能不? 我话还没说完,我妈就冲上前来一巴掌打到我头上。 怕什么,你不去守南道让我守,你不去我就打嘎你。 我妈想来不喜欢我,她说打嘎我就真的会打嘎我。 我,我去。 六叔公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块玉佩,然后小心翼翼地递给我。 小人,拿好这块玉佩,这块玉佩上,有我大半辈子的修为,你拿着它,没什么东西能奈何得了你。 我急忙接下玉佩,玉佩握在手里触手升温,我瞬间觉得踏实了不少。 现在它是我的保命符,刚想去被我嫂子的尸体去灵堂,六叔公却又猛地抓住我的手腕。 小人,记住,一定要牢牢地拿住这块玉佩,绝对不要离身,也不要让任何人看到,一定记住。 好,六叔公,我记住了。 六叔公这才如释重负地松开了我的手,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 六叔公一瞬间好像苍老了很多,就像全身的精气神在一瞬间被抽干一样。 晚上,我蜷缩在灵堂一角,长方体没盖住,我只要一睁眼,就能看到嫂子身上血红的嫁衣。 我紧紧闭着眼睛,手里握着六叔公给我的玉佩,试图在玉佩上汲取一丝安全感。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有一双手拍了拍我的肩,我立马吓得浑身弹跳了起来。 睁开眼睛后,才发现拍我的人是我妈,我妈一脚把我踹到了地上,然后恶狠狠地看着我。 再出一点动静,我特么打嘎你。 我立马晋升,冷静下来我才看清楚,我妈后边跟着一堆光棍,正在冲着我嫂子的尸体不怀好意地笑。 我妈走到长方体面前,对着我嫂子的尸体吐了口口水。 扫把星,我让你嘎都不安生。 我急切地扯了车我妈的衣袖,近乎哀求地看着她。 妈,她已经嘎了,而且六叔公说她很凶,你不能…… 我话还没说完,就迎来了我妈披头盖里的一阵打。 她打累了,气喘吁吁地对着后边的老光棍摆了摆手。 要快些,不然天亮让人看到了不好。 我妈说完就扯着我出去了,门关上之前,我看到他们急切地扯着我嫂子的衣服。 我妈像扔乱不一样,把我扔到门外边,就回房间睡觉了。 我费劲全身力气爬了起来,直起腰就看到六叔公脸色惨白地盯着我。 六叔公,您咋了? 六叔公没说话,只是把手放到我头上。 一瞬间,我像是头上放了冰块,冻得我一哆嗦。 小人,一定要拿好玉佩,一定要随身带着。 还有,谁都不要相信,谁都不要信。 接着在我头上拍了三下,然后我就直接不省人事晕了过去。 第二天,我是被曹操怯切切地说话声吵醒的。 我刚睁开眼,就看到我家院子里站满了人,村长的脸色异常难看。 我挤进人堆里才看到,昨天晚上,还有我家的人,十个嘎了五个,一个一个地散落在长方体旁。 而我嫂子一不蔽体地躺在长方体里。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总觉得我嫂子的嘴角勾着一丝笑。 而且长方体比昨天更浓了,我急忙盖了快步在我嫂子身上。 他活着的时候命就不好,不能嘎了还不安生。 事迢迢的被这么多男人看,我妈脸色惊恐,显然也怕了,也没心思管我做了啥。 咋就闹得这么大呢?我怕这事只是个开始了。 现在连六叔公都嘎了,可咋办了? 我一惊,猛地抬头看向村长。 六叔公也嘎了,可明明昨天晚上我才刚见到他啊,怎么会这样? 就在我还胡思乱想的时候,我妈从屋子里抱出来一个箱子。 村长,我出钱,你去找个有大本事的人吧。 这个贱人,活着的时候害嘎了我大儿子,现在嘎了都不安分,我要他永不超生。 我家是十里八乡最有钱的人家,至于钱是怎么来的,谁都说不准。 连我都不知道,看到我妈肯出钱,村长松了口气,从我妈手里接过箱子。 行了,我现在就去镇上找人,天黑之前就回来。 我回来之前,任何人不要靠近这个姑娘了。 村长是在傍晚时尊回来的,身后还跟着一个道士,道士看到我的一瞬间。 先是眼睛一亮,然后又迅速变了脸色,村长在一旁试探地问。 邱道长,您看这是好解决吗? 不好解决,我虽然还没看到尸体,但是也能感觉到这个村子里怨气冲天,红白喜煞,又喝爆了人血,怎么会那么好解决? 村长一瞬间脸色惨白,还想说什么,却被邱道长摆了白手打断了。 邱道长的眼神没从我身上离开,但还是应付着说。 都散了吧,我能解决。 村长和我妈听邱道长说能解决,才松了口气,出了灵堂,我妈还恶狠狠地补了一句。 道长,一定让他不得好嘎,魂飞魄散,不管多少钱我都给。 邱道长没说话,就在我想跟着我妈一起出去的时候,邱道长叫住了我。 你留下来帮我。 我急忙摇头。 我不想。 但是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,我妈一个眼神甩过来,吓得我立马闭上了嘴。 等我妈走了以后,我闷闷地看着邱道长。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? 邱道长答非所问地看着我。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? 我一惊,莫非邱道长在问六叔公给我的玉佩,但是脑子里突然想到六叔公说的谁都不要相信。 没,什么都没。 邱道长显然不信。 他给你那个,不是什么好东西。